投资长你的标题上面写 英式暂停让台股涨势烧停 这是什么意思呢 台股就不会再涨了吗 可是我们的爱普却一直涨不停 还创新高耶 怎么不一样咧 投资朋友你不用担心 除了爱普还有爱瑟设计另外一南股票什么 微胜也真的涨不停 为什么一个台股两个事件 可是还有另外一个00929 居然是最夯的月月配高股息ETF的成分股 今天也都跌很凶 为什么今天是要进场还是要退场呢 还有外置70多单居然一天增加5500口 空单口数来到了 哇一万一千口空单 台湾股市会跌跌不凶 还是一万六千点有支撑呢 还有所有相关的AI股台股到底何去而从 所有的标股介绍通通在今天的荣耀滑街 你一定要看 大家好欢迎收看荣耀滑耳街我是主持人Coco 今天是9月21号台股中场下跌218点收在16316点 颜准会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但暗示年底将再度升息 直到确定通膨可持续回落 并实现2%的目标 让美国两年期公债值利率触及2006年新高 科技股领跌 美股四大指数收跌 台股今天则是开低走低 一口气跌破了半年线 后续盘式解析 我们交给经济日报选股冠军记录保持者 同时也是全台湾LINE粉丝人数最多 演讲讲座常常爆满 最受欢迎的分析师郭泽荣投资长 投资长好 Coco各位朋友大家好 哎呀 今天真的我们的股票好强 但也有弱的 可是最开心的是爱福啊 不过说到股票 先说说你的服装吧 我的服装怎么了吗 你今天服装跟我有点先近 又不太相近 你这个好像是慈激 慈激善人慈激相关的服装欸 他们有那些工作服 哎呀 别亵渎我了 我今天是慈激人 太阳光大 父母恩大 你才有光 欢喜座 甘愿寿 我其实算我是半个慈激人 我也算慈激人 我捐的款项 之前大家都知道我台湾50 赚了一千多万嘛 就捐了50万在慈激 其实我已经捐的不止这些 已经可以买房子了 这扯远了 不过你这服装真的不太妥 这是泰的颜色 Apple 很新的这个材料颜色 这个衣服有心机啊 今天身材看起来还ok啦 是有心机啦 没关系啦 好 心机都可以 泰的颜色有心机 都可以啦 好不好 这扯远了 因为大家觉得今天行情有些人觉得不好 我觉得好 只是跟大家开个玩笑 来解一下盘吧 你有什么问题 来 是 那我再唱一个歌好了 台股呢 真的像您所说的 在小小的区间里面挖呀挖呀挖 还在区间整理平台 其实不是紧张 你也不要就会破底 不是 他是景气太好的 音视暂停 暂时停止呼吸 等一下跟你讲是什么 好不好 好 好想知道 好 那另外呢 利率决策会议结果 也是确定这次不升息 但年底可能会再升息 让台股今天开低走低 但是呢 会不会是在洗筹码呢 因为您之前有提到 AI股00929筹码乱了 真的喔 今天很多股票都跌很惨 像是奇迹啊 系统啊 见顶啊 都一路走低 还有支援更是跌破了300元 不过老AI股却逆势上涨 投资长这要怎么看呢 但是呢 另外一件好消息 就是我们的爱蒲 力争上游 今天继续挑战前天的高点 盘中上涨快3% 微盛也有在三无法则的保护之下 完全不受大盘震荡的影响 但想问投资长 你说 台股拉回 00929成分股拉回 怎么看 怎么看 看起来有些很惨 有些很强 00929股票很弱 这就我说了 当每个人都偷偷讲 这个观念的时候 股票就会跌了 就这样子 今天最后是阴市暂停 那阴市暂停我先给大家 先结论好不好 好 我刚才结论就是一个东西说 我想问大家一件事就是说 今天台湾股市跌破16000了没 没有 大声一点跌破16000了没 没有跌破 还没有跌破16000 你就不应该这么紧张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 来来 慢慢来看一下 虽然很多股票看起来很弱势 来 你看一下 还没有跌破16000 16316 是 有没有听到 也没有跌破16264 居然没有跌破16264 还在怎么样 小小的花园里面 小小的区间整理里面 挖牙挖牙挖 你记不记得那时候我说过 等你的分析师 在站上记线的时候来不及了 你看有时候记线叫做事后化 那为什么你看了分析师觉得 讲他记线分析他会很准 我没有说攻击他 我说攻击一个现象 你不能只看一个分析师 只讲记线分析 那个是让他看起来很神 对你的投资不会有帮助 我讲一件事 很多人说 这台湾股市你看 记线站不稳让他下去 这废话 那如果找到这个逻辑的话 他会买在最高点 对啊 记得买在这边 这边砍他砍得下去吗 都是表演 真的一嘴好股票 那应该像哲哲一样 赤裸裸的去参加选股比赛 赤裸裸的真金白买台湾50 是 是不是赚的钱回馈社会 我讲这实在话 这实在是事情 但是我不会特别攻击别人 我讲这样的一件事 我只会回击那些攻击我的 如果有人回击我 你只要打电话跟他讲 问他 粉丝在问他 为什么要攻击指责 你可以直接 像指责一样比赛捐款 他一定不捐 比赛因为会捐款的人 我认为是不太会攻击人家的 对 算是 谢谢你 OK好不好 先跟大家讲车远的 还有就是说 也不会像我一样 真金白买台湾50 那个买台湾50赚了1000多万 好不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区间这里 这边 16264还没跌破 17000呢 怎么样 也还没有跌 也还没有站上去 看季线这边就是马后抛了 那季线为什么好用 因为解盘很好用 因为我说一句话 站稳继线才能攻18000 不是 不是废话 是啊 要站稳17000才能攻18000 这不是废话 站稳17500才能攻18000 这不是废话 如同站稳继线一样 对 所以这种后置我觉得不需要 今天我跟你结论就是说 应是暂停 他说这个其实点证图就是很简单 点证图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看一下好不好 来来 来来来 点证图来来 这点证图有没有看到 6月点证图有没有看到 是什么 本来啦 直接看这边就好了啦 9月点证图 你看 现在是差不多 看这边 本来是不是有没有看到 现行利率是5.25 现在5.25 有没有看到 有 5.25到5.5 之间对不对 9月20号对不对 还不会升息 然后 现在9月21号 觉得怎么样 你有没有发现到 升息的机率变多了 9月21号告诉你什么 这什么时候的 奇怪 11月 没写清楚 这9月20号 去预估 11月 有没有看到 有 1号 11月1号的时候 会不会升息 这现行利率是 5.25到5% 5.25到5% 本来还没有开会之前 Fate的利率结册 Fate的利率结册 还没有公布之前 他还没有告诉你应是暂停 点证图 还没有告诉你 还会持续升息之前 他告诉你维持利率几率很高 71% 可是公布后告诉你 11月1号 只有66% 会维持 一样的利率 有33%会在升息一码 有没有到 升息一码变多了 有没有到 这日期是前后的 是告诉你 11月1号 Fate会做的事情 升息一码几率 急增50% 这就算了 举证图也是一样 点证图也是一样 你有没有看到 现在几年 民国 2023年 2023年 有没有看到 2023年 2023年 登登登登登 有没有看到 这利率图告诉你 登登登登登登 有没有看到 5.5 有没有看到 5.25到5.5 比5.5高一点 有没有看到 登登登登 比5.5高一点 有没有看到 对过去 对 对过去再看一下 这是5.5再高一点点吗 有没有 对过去登登登登登登 这5.5有没有看到 对5.5 好像考试例一样 登登登登 比5.5再高一点 所以大部分的人超过 18个人里面有12个人告诉你 年底 利率还会再高一点点 比5.5再高 那我刚才有跟你讲的 现在现行利率多少 5.25 5.25到5.5 是不是 没错吧 对 现行利率是5.25到5.5 现在 点证图告诉你 比5.5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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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过去 这边这条线是5.5 没有 把它放大 这条线是5.5吗 比5.5再高一点点 有没有 登登登登登登登的移过去 没有这是5.5吗 有 我演的线画 等等 5.5 登登登登登登登 比5.5还高 真的懂吗 所以你要懂新闻 懂新闻要直接告诉你怎么看点证图 比再高一码 比再高一码 对不对 这个 1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怎么样 急速 上升 有没有 那散户之前最有名最夯的是 00933B 是吗 6.79B 是6.79 对不起记错 你们知道 不错喔 有认真喔 昨天我昨天念你还有人帮你说话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简简你也要哭了 没有啊 我看你眼泪 没有是不是 灯光太强 灯光太强 那你看 其实谢谢你今天告诉我 006.79B 有没有这个 最终20年公债 元大美在20年 利率上升 美在20年怎么样 就跌 可是我觉得再跌下去 其实反而是买进的最好的时机跌 元大美在20年应该可以买 那个赚30-40%是有机会的 可是 我不是告诉你获利的保证 而且我也不是要让你赚个 20-30%的东西 好不好 我要让你赚大波段 我问大家这件事情 你去想一下 Imagination Imagination 去想一下 Imagination 好 想一下你觉得还能再升几次 一次 整体而言 我觉得这一波 升息的循环 周期 最高都在多少 像5.25 到5.5 对 你觉得会再升到 你就会到6吗 不会 你就不会 我觉得不会 为什么不会 因为利率已经差不多到 就是差不多了 空膨空置的差不多了 空膨空置的差不多嘛 对不对 是不是 你觉得差不多嘛 对不对 我自己觉得 对 我也 认为差不多了 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的利率 我告诉你这件事好不好 这一次我们8月的时候不是市场预期3.6%吗 对 重点来了 对 那最后3.7%吗 我说这些range范围比较大 会3.2%到3.9% 大盘就在 1万2000 1万6264 到1万7 有没有错 对 所以前阵子站上 月线的时候 站上月季线的时候 这边季线的时候 就这边 前上礼拜 是 我说过不要因为结算 我的封面还记得很清楚 请我的制作团队 赶快 势瑶 截图给我3.5 会不会站上1万7 我给你结论就是在区间整理平台 我给你结论就是这张图 没有错吧 没错 这才真正解大盘的分析师 才真正了解总金的分析师 哲哲我看隔壁都在讲股票涨停板 我觉得他比较厉害 你讲总金干什么 OK 不讲总金是不是 你信不信 你不讲总金 真的 总金不是总金 你不讲总金是没办法从股票中赚钱的 对 这就如同 你相信每一个人都不用做研究 然后都不是练武 都不用跑步不用训练 他就可以跑100公尺10秒内 然后就打破世界纪录 不可能 这都是一样的 这都是一样的逻辑 总体经济才决定股市 你说台湾股市有什么现在很多股票涨30% 40% AI 概念股 还不说是从12600点涨 如果现在台湾股市涨到12000点 你觉得我 还是12000点是不是破10000 你觉得伪创有可能从40块涨到160吗 不会 不会你现在也不用烦导 为什么伪创到底会回到40块 因为他就不会涨上去过 你听得懂吗 这就是总体经济的影响 这都是股票涨上去 大盘涨上去带动这些股票的 AI的行情带动这些股票的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总体经济你不要听别人乱说 总体经济这一定有一定意液 如果你觉得就是天洋涨停盘 不好意思 好啦那我直接跟你讲了好不好 今天有没有看到 怎么样 艾普 来来给你看 艾普 有没有看到 有 连续两天逆势收高 今天9月21号嘛对不对 念完了恭喜艾普 你股价连续两天逆势收高 收盘价去创一个月多月新高 谢谢 请你转台 没有意义嘛 我已经跟你讲有工作简讯了 还有还有还有 威胜 有没有看到 今天怎么样 恭喜 2388威胜股价表现不错 逆势上涨3% 请转台 你要相信那种 那你天天赚钱的 不要看我节目 奇怪 如果你觉得奇怪怎么可能天天赚钱 天赚钱188%的男人 就是我都做不到 别人做得到 如果你觉得我讲这个疑问是对的 那你也看我节目 好不好 所以总体经济来讲那很重要 那我已经告诉你就是17000了 那下半年会突破17000 我不会是不是 乱喊 18000、19000 我没有特别针对谁 什么时候该喊18000 什么该喊19000 我知道 可是你要找一个 到底逻辑对人的男人 所以现在市场预期3.6 8月3.6 结果是3.7 可是现在最新的 克里夫妨联储预测9月的CPI是3.6 来了 9月3.6 所以代表这个CPI看起来没有恶化 对 从3.2怎么样 到 怎么样 从3到3.2到3 再 再到3.6 就在这个3这边附近循环 我如果压到升息到6% 我CPI就是3.多%我给6%干什么 如果我长期都在3%多 基本上我利率可以降到4% 所以顶多在升1到2次 就是一个循环的一个周期的最末端 所以你现在就睡到镜头了 我好难过 我不知道为什么台币一直 你现在有美金的赶快换台币 好不好 记得你会谢谢我 你现在有00 什么00679b 你想买就买 你也会谢谢我 大家做朋友 大家做朋友 差不多这边就是这样子了 你不要看00679b 这个 这就是股市好玩 但大家哀嚎 那时候一开始来00679b的时候每个人都要买 从32块跌到从什么 从33块一路跌到29块 这种东西还可以这样跌 真的很惨 好不好 是不是 对 还可以这样跌 是不是 然后真的你觉得差不多的时候你就应该买 可是 这考虑我还没看他溢价 溢价不能太差 好不好 没有考虑到溢价的情况之下 你听懂吗 OK吗 来 用这个 对 00679b 你看现在到29块30块 你反而应该买 为什么 因为如果一降息 债勤价格就会上去了 这是最终 美债20年的 美国公债20年的 所以你要懂我逻辑 好不好 那懂我逻辑 我今天也可以花30分钟跟你讲 我爱谱 爱谱 真真好 是不是 不是 我不是要这样的 我发自内心希望投资人员你能跟我一起享受 赚钱的快感 对 可是要逻辑的 不好意思 没办法去刻意去说这种谎话 那告诉你赚钱很轻松 我只能告诉你 行情来的时候赚钱很轻松 行情还没有来的时候 赚钱 要等待 要等待 爱是恒久远是不是 这句话 爱是恒久远 是不是 是吗小汉 看起来你们都不是基督徒 不是 好吧 爱是恒久忍耐 是爱是恒久忍耐 没错想起来了 是不是 也是一样 可是我们不用很久 我们只要一个月 可能一个月不到 就可以了你懂吗 所以平常心意好 所以这边平常心意好 投资人员连三所买 是 等到大家不想讲行情 00929一讲行情的 股票就跌了 就跌了这样 还是有人会申购 你不用担心 好不好 还是有人申购 这期基金规模还是有人申购 所以我跟你讲 今天有一张股票 跌最凶的 来我们来看一下 2449 金元电子 昨天外投外资买很多 外资买很多是因为 他什么 也是外资概念股 也是什么 也是投信概念股 可是你看投信买成这样子 每天增加20亿 每天增加20亿 我算过了 我说每天增加20亿怎么样 如果我增加240亿 他3%嘛对不对 对 差不多吧 是不是 43% 240亿 他3%的话 是72亿 是不是 7亿多 说错 7亿多 7亿多 一张多少 7万块 那你知道怎么样 差不多快买 1万张 如果我10天就得买1万张 对 你听懂吗 240亿乘上3% 大概就 7亿多 因为他3%的占比 7亿多 再除上每张多少 7万多块 所以我10天如果增加200多亿 我10天就要买 1万多张 你听懂吗 那我等于每一天都要买1000多张 这个买盘进驻 不得了 你在这边拉魂你反而要平常心 该买就买 今天出版价多少 74.6 之前 我现在很尴尬 讲有进场也不行 讲没进场也不行 对 有没有讲进场都不行 因为之前 算了我又觉得怎么样都有人批评 我不想讲 我觉得当个分析师我不需要去抱怨这东西 我只要告诉你我今天买得漂亮 请买进2449的金元电子 挂在73.3元 买进今天漂亮 漂亮啊 今天很漂亮 所以今天买得很漂亮 这种股票 你这种股票之后拉回你更要买 你听懂吗 拉回更要买 所以我今天告诉你 20欄里面 因为00929 我已经有怎么样 有20欄股票嘛对不对 对 修国20欄股票 前20大持股 不错每边 色彩变得很漂亮 昨天是比昨天漂亮 漂亮 经过 每天的虐待 他们都精益求精 前20欄股这个标股你自己把它截图好不好 自己看 好会长 这个颜色一样的是说同什么 同族群的 好不好 00929前20大持股 前 这里面就有金元电子有没有看到 第五名的金元电子 所以为什么起机会弱 今天也是受影响吗 受影响了 是前20大里面 有一档股票 我说我自然买两档三档 有一档金元电子我今天先开牌 好不好 我也直接跟大家讲 下一个阶段我们赶快休息回来 我告诉你 里面还有一档是不是我还看好的 还是有什么股票 我特别看好的 同媒人再记得一件事 是要屏住呼吸告诉你自己 然后屏住呼吸完以后 深呼吸告诉自己 这则讲的是对的 CPI就在30%多 下个月还是3.6 这下个月3.6 比这个月公布的3.7 还低 还低 那不就好了 对 下个月公布9月份的是3.6 那等于下滑了 那CPI没有严重 利益率你不能跑到哪边太远 你生太远会出事 不是出一出二出三出事 所以你解释讲的是对的 资金行情 在这边资金紧缩行情就到最后 接下来资金释放的行情 这次你讲的是对的 我赶快买这股票 第四季行情 那你就应该 这个时候 赶快加入行列 除了买金元电子以外 等下00929 我还有什么股票 我看好的 你认为相信我 你直接来念恰询 或休息一下 我再跟你讲更多标股 谢贵 在资金紧缩的过程当中 台股会拉回 而投资长也说了 接下来资金会释放出来 那不就刚好第四季了吗 第四季的行情也是 最好赚的时候 那投资长从00929当中 到底还有哪些股票 是看好的呢 有请投资长 我们资论很多人认真 很怕被哲哲念 来 这个我们看下 尾环团大113点 下周挑战万机 问号 我直接告诉你 就是区间整理 有暗示嘛 对不对 礼拜五你有看嘛 对不对 对 不是你知道我们别人不是都有看 所以这个都是你要不厌的分析师 然后你看 我也是你两根斩定板 今天还是很强势啊 所以 我都是预告前面 我不是说话马后炮 所以 这边 第四季就叫三万七 因为 你现在看到的是我英式暂停 什么叫英式暂停 就是 我是暂停 可是我是 英式的不是歌式的 就是我是很硬的暂停 暂停以后怎么样 还是要硬啦 还是硬要升息啦 懂不懂 还是语气很坚硬的 比较强派式的 叫强派式的暂停 暂停的很心不甘情不愿 可是我接下来还是要升息 是要英式的暂停 这个 所以 可是英式暂停的 你没有理由你CPI都三 然后你一直到 利率到六啊 没有理由 顶多就是到六 就顶多再升一次两次 你懂吗 除非一个前提 这前提不上线 你说景气好到了 6%都压不下去 你懂不懂 然后 CPI就一直三 好可是我看景气6压不下去 我问你啊 利率就压不下去 就3%多 那我再问你第二个问题 明年如果还是3%呢 3%多 你觉得会到7%吗 不会 你怎么知道为什么 因为就维持啊 很简单 他就维持就好了 没错 那什么时候会变 7% 会变6.25 6.5 经济太豪 这有没有更简短的答案 更直接 很简单 什么经济太豪 经济太豪让你通膨上去 CPI的数据 所以这时候CPI重要了喔 上个月我不看了喔 上个月我不想预测 我有最后一天才讲嘛 所以接下来这个月 你记清楚如果财经节目 是马后炮事的 到最后才看我们的 福利才看我的 去重新讲CPI重要 不如不要看他看我的节目 所以下个月CPI我的比重就很重了 记起来 下个月公布CPI 公布这个月CPI就很重要 为什么 如果他持续3% 他利率是不可能收到6.5%的 就算明年他还是 明年还是便当 我每年都涨3块也没关系 我只要基础 实质利率大于0 就是我只要FED公布的一个利率区间 大于 什么 大于现在的CPI就好了 现在CPI从此就算是3% 3%涨很快啊 一年应该2%就好了 我这3%都4% 你心不甘心 4%多也没关系 我的利率还是永远就是可能在这个5.5%左右 5.5到6% 这懂吗 只要不要CPI 到达5以上 利率最坏就这样子 那利率最坏到这样子 那如果CPI在稍微下游滑一点点呢 CPI在稍微下游滑一点点 就会降息 降息那个股市很恐怖 你听懂吗 所以这最坏 股市最怕的最坏 你懂吗 最坏都是已经知道了 所以他是有底的 记住我的逻辑吧 好不好 我们赶快我们今天这一段 今天很多事情我赶快处理一下 好不好 来 来来来 因为今天公司很多事情 今天我们那个还有 有吃到那个吗 流行月饼 美心流行月饼 还没时间开 但我收到了 摩尔福利就是好 最近郭富城流行那个 然后吃月饼 那个香港很有名的 蛮好吃的 我觉得他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月饼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 可以去买 好不好 很难定到 美心的 流行月饼 一般月饼很好定 他流行月饼最难定 好不好 我不扯远的 来我们跟大家讲 你看今天滑行月饼是不是跌 因为滑行月饼是AI里面 我觉得最不纯的 是啊 没有办法 但我不知道 我攻击他不代表攻击分析师 这我个人看法 技嘉是 是什么 是里面怎么样 应收最漂亮 所以他本来就应该打 他打底才能带动最弱的尾串 可是尾串也不能只是破底 所以尾串很多要 尾串今天第一档你要记起来 96.7 拜托不能破 再破也不太妙 好 今天等于是真正的测试他 好不好 这是跟大家讲的 好 所以技嘉拉起来整个拉到老伺服器 不是老AI 老AI AI会不会上升高 会 只是什么时间而已 那近期你还是要集中在00929的股票 就我刚才讲的2449的什么 金元店 你自己参考一下 还有什么 还有些股票 企迹 企迹是涨太多了 可是企迹如果 急速拉回到120呢 那我要用你买 因为还会再涨 好不好 OK吗 他什么 那 最好的是什么 比重最高是 是细创 细创 可是细创的问题你知道什么问题吗 什么问题 细创问题是基本面不够好 我还不知道电视的行情会不会卖得很好 驱动 应该说驱动IC相关的 面板相关的 你听懂吗 好我现在 今天只剩5分钟赶快 所以 细创 虽然是比重最高 我不一定会选 前20栏股票你不知道哪些股票 你不如找我 我已经讲一讲金元店的 讲企迹 讲细创的 可是什么股票我会买 我不能讲那么仔细 我只能跟你讲我稍微看好 可是时间走 什么时候我要买 这是我的权益 这是我会员的权益 你一定要加入我会员 好不好 你一定要加入我会员 就为什么 如果你觉得我说哲哲你讲的没有错 哲哲我自己看过 算是最老实的分析师 最老实不是用嘴巴说 哲哲艾朴那些人跌了就没有 斩了 就有 那艾朴 也是什么 我们请特助来传给我 那时候艾朴也是怎么样 五垢红系列 100多块面下 1月30号 有待会有时间就给大家 哲哲艾朴真的是你每天不离不弃 你把他当作兄弟一样 不离不弃是我 是我艾朴 不离不弃是我兄弟 哲哲你真的讲在前面 哲哲我相信你 这样每个人都艾朴了 哲哲你不是那种跌了就没有的分析师 你是真的跟大家讲 而且你是真的认真研究 我在跟大家讲 每个人都可以说认真 那都是嘴巴说的 有谁可以我像我一个月 我每天拍四支影片 直播版的 现在直播版没有字幕 晚上有字幕版的 字幕版我还是要监制 还是要看一下字幕 好 等一下还要拍60秒版 对不对60秒 哲哲只有60秒 还要拍什么 还要拍福利社 每天都是有福利社 礼拜六号爆爆爆 每天私囊四支影片 24个交易日就96支了 然后一个月有四周 每周都有什么 都有爆爆爆 礼拜六都有 所以100支没有错 哪个分析师可以拍100支影片 没有 奇怪他说他很爱你 那为什么 为什么我拍最多支影片 我不觉得他们不努力 可是比努力已经是我最认真 不好意思 因为泽泽就是天生过动了 泽泽就是天生喜欢做很多事情 天生喜欢燃烧生命 像马斯克一样 马斯克比我更变态 他 事情做成就以后 他做了一段 一段告诺 一段 什么 反正一个段落以后 对不对 告一段落以后 对不对 他会不开心 就是我今天进展 我可以自驾了 怎么样 然后 他反而生气 他不喜欢平静的生活 我不要生气 我不要生气 可是我不喜欢太无聊的生活 你懂吗 所以我会希望拍很多支影片 我拍很多支影片只是要告诉你 我很认真 我希望让你学到财富的自由 学到财富的自由 是真的学到财富的自由 就像我讲的 我去看到医生 我想跟他讲ETF 我感觉他很排斥 他根本就不知道 我没有打算跟他收会员 因为扯扯不缺会员 可是我也不想跟他讲 可是你们就很排斥去用钱滚钱 甚至有人觉得投资是罪恶的 其实 这很可怜 真的是很可怜 我不是针对他 我觉得为什么很可怜 不是在 攻击他 我是觉得 世界上就只有一群人 那 坦着干 那钱滚钱 可是前提是你本金要够 你本金不够 假设你年薪100万的时候 你每年就只能跟 就是 生存 生存 你听懂吗 对 就是有100万以下你只能生存 求什么生存 你只能让你的钱 你只能让看你可不可以 存下来 你节俭的人才能存钱 不节俭的人就存不了钱 可是等到你存到 比如说存到几百万 存到1000万以上之后 你就有资格钱滚钱 假设我 你看台积电啊 联合报酬率 10几%甚至20%啊 你看你如果你用1000万每年可以滚到 15% 是150万 你的钱是越来越多 通膨赚 虽然现在你看 现在的鸡蛋跟以前鸡蛋不一样 以前鸡蛋 以前的 荷包蛋一个5块钱 120年 这样一个荷包蛋15 20块 变三倍 可是你在变三倍的过程中 你可以让你的1000万变成5000万 你就赢通膨了 你就可以让钱滚钱了 我要教大家是这件事情 你要了解 坦人赚钱不是一种罪恶 这是必须的 在一个高通膨的情况之下 所以有更多可以 看高通膨的工具 记起来我这句话 就是因为像高通膨 所以有更多股票 他可以 更怎么样 可以更高的报酬 报酬更高 嗯 听懂吗 听懂 因为他们是有展翹空间的 你知道吗 你懂我意思 慢慢懂我意思 所以要慢慢钱滚钱 爱普今天怎么样 我就说过 所以散户也很好 每次做个调查 散户说 资源跟爱普谁会赚400元 你记不记得 记得 那时候结果大家都是谁 谁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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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像资源 啊今天资源298了 我问你资源爱普 现在谁要买 我告诉你房子是资源 你信不信 这就是散户跟 专业的跟业余的差别 你听懂吗 我每天花那么多钱 为什么 资源只是 今天怎么样 谁 他有没有破底 这样看起来有破底 这样看起来有破底吗 这样看起来没有 这样看起来没有破底 他是不是回到三无法则 是的 就像那爱普前阵子 我问你一件事 爱普前阵子 大家回去这边啦 你们一直觉得很逊啦 一直留言留言 只要每天跌的 你们都不 都不称赞我展的 常常称赞我跌的 来 这边你觉得行吗 那边觉得不行 可是我是不是说过 离七张点近还是远 很近 所以应该怎么样 买 就这样 那 尾串那时候为什么落 离七张点近还是远 很远 超远的 各位 就这么简单的逻辑 稍无法则 只是要让你去 打听清楚 你不去追高 他不一定每次都准 可是他可以让你伤害 伤害到极小 因为你在30%到30% 买不近的时候 你没有去追到最高的时候 你的风险可以极小化 你听懂吗 你可以极小化你的风险 所以我希望大家 好把握住这个行情 所以你看今天 要秀卷讯 你看哪有这样子 佛心来者 现在几分了 30分了 不能再讲了 然后像佛心来者分析师 你看 请卖出一半的 那时候我告诉你卖掉 有没有 赚10% 10% 你不是说100多元买进 没有错 这个已经买进很多次了 最后一次是这样子 上一次是这样子 然后把他买回来 320卖 310卖 漂亮 就是那时候你三无法则 AI太热了 因为每个人用AI 我马上拉回 太多分析师现在卡在AI是因为他的节奏不对 就像现在有人卡在00929他节奏不对 像今天我问你 爱卜最强会上市来 没错 可是你今天要做什么事 你今天是要买爱卜还是买资源 资源 资源 不是爱卜 爱卜是之前就要买的 这叫节奏 这叫节奏 你的分析师一定是个节奏高手 高手 如果股票是一个跳舞的一个市场 是一个舞池的话 他绝对是一个舞王 舞 你懂吗 亚洲舞王 世界的舞王 我的是 我就是 我就是 所以买进 6531爱卜 在310元买进 310.5 那今天简讯你帮我恭贺一下 来 恭喜6531爱卜 股价连两天逆市收涨 收盘价续创一个多月新高 明年获利有望赚进一个股本 手上持股获利取报 是不是这样子 爱卜这看起来就有大户 要顾他 因为基本面太好 下半年神功附体 下半年会比三半年好 清醒很棒 这就是你要的分析师 你相信我今天也认为很想爱卜 突然又有了 我爱卜又有又有了 他有办法像我一样吗 有办法像我一样吗 这五构红系列 你们自己看一下 来我们看一下 1月30号你们看一下 拜托你们看一下好不好 增大你们酸眼好不好 来 爱卜有没有 有 6 5 3 1 爱卜 1月30号没错吧 没错 这个有2000多人拿到啊 2000多人拿到 我家2000多人啦 有人说 他所起资料 有6000人 7000人 哪一个人所起资料 人6000人 7000人 没有吧 我刚刚跟他赌10万啦 是不是 至少 目前为止没有啦 好不好 这个不要开玩笑了好不好 所以你看1月30号 我做的粉丝最多很多人就要跟我比这东西 40就摆在眼前有什么好比的 有什么好比的 好不好 来 来 200 最好讲的 如果有人赖粉丝人数比我多 目前为止比我多 我给他100万 跟我赌这个东西 绝对不敢 有没有人 全股比赛 台湾的全股比赛 金日报全股比赛 有人比180% 比我纪录还高的 我再给100万 这都是公开的 好不好所以你一定要加 赖粉丝最多 为什么赖粉丝最多 因为他们觉得成为我的粉丝 甚至成为我的会员是很幸福的 因为没有人 像我录那么多影片 剪那么多盘 然后剪那么多股市 凌晨2000年发文章 你不用花一毛钱 你有一个超高级的服务 可能比别人的会员服务还周延 那更好 更换参加我会员 好那我们看一下 艾浦100元不到的时候买 1月30号没错吧 对 那这个就是什么时候 五够红系列 1月30号 漂亮 那今天来恭贺一下 来 所以我跟大家 今天我稍微拉起来就好事了 好不好 好事 好事 好 资源我今天有在买 我先跟你讲 我讲事实 我资源有买 然后金源店有买 对你很好吧 929要在选标股 我先跟大家讲 好不好 那威胜 威胜赚几% 威胜赚35% 出掉以后对不对 对 没错吧 然后 又买进嘛 又买进 今天怎么样 恭喜 恭喜2388 威胜股价表现不错 逆势收涨3% 三无法则果然就是 最佳买点 手上持股 玻璃虚报 漂亮 帅气 是不是帅气 是 你要就这样分析好不好 所以我想 你想想等一下这样分析 我们看2388 威胜 还是新AI比 怎么样 旧AI好 没看到 没错 这边看起来 你不觉得有点像之前艾浦吗 嗯 要破底了 又要再躺下去了 有上来了 对 有点像 有点像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底比较深一点点 有没有 是不是有点像 只是威胜到这边而已啊 是不是有点像 有像 整理好久 为什么都有像 因为你看 他们怎么样 都是拉回的过程中 然后你再找第二次买点 越墊越高 是不是 重点是现在越来越高了 好不好 所以这威胜爱浦 这都是要掌握住好不好 希望你不要觉得 这一切的一切我都是 怎么样 预告在前 不知后话马后跑 预告在前 心心爱浦这就不讲了 还是一个区间生理平台 这个ABS来版也是可以 所以要持续的去做这些事情 你记得一件事情 我给你结论了 CPI 会不会到4% 目前一直看起来不会 就算到4% 不要到超过5% 利率就在5到6中间而已 记得我这句话 利率就到5到中间 利率到5到6中间 那就是紧张申请一两码 就这样子而已 所以你理解这些事情的时候 华尔街也会有同样的分析师 同样的 外资经营人 了解我来说什么 外资的那个 交易员 或者外资的分析师 了解我来说什么 所以 认同我的想法以后 不会只有一个人 认同我的想法 他或者跟我英雄所见的认同 他不知道我来说什么 可是他知道我 他跟我有一样想法 这时候他就会用力买进 就会超 就如同我今天超得很漂亮 我超了很多 00929的股票 这是跟大家讲 好不好 00929很多股票 这边再跟大家讲 最后一次你赶快截图 不要到时候喷出去 你好厉害 这是前五档股票 前四档股票 第1到5 11到15 这些股票都不错 好不好 跟大家讲的瑞也不错 这些股票也不错 好不好 这点到为止 重点是你要第一时间跟我进场 所以今天恭喜 恭喜什么 艾璞 艾璞 来来来艾璞 艾璞 恭喜6531艾璞 股价零两天 逆势收涨 说盘就要穿一个新高 对呀 十万持股 获利续报 为什么艾璞就要穿新高 因为之前 行情不好的时候 我照样敢买 就如同今天资源 很多股票 行情不好的时候 00929一些成分股 行情不好的时候 照样敢买 不论都有过错 一切一些预考前面 如果认同我讲的话 第四季 台湾股市 就会上17000 真的像你讲的 16264到17000的区间 可是下个月 可能下下个月开始 就站在17000了 我要 成为你会员 好好大赚出他一笔 对 因为第四季 11 12月份 是全年最好赚钱的月份 我讲了十几年了 这是事实 所以你赶快来赚 今年来 最好做的行情 不论对我做一切 预告前面 也预示各位能够 赚大钱 谢贵 操作股票 节奏真的非常的重要 今天的节目 投资长已经告诉大家 从总经的面向 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台股 而且也说了 第四季 是最好赚的一段 所以一定要好好把握 现在的时间 而且呢 投资长也已经从00929当中 点出标股了 但是哪些股票 是他会买的呢 欢迎大家赶快跟上我们的行列 0800 666 80850 0800 666 80850 荣耀华尔街 明天见 观众朋友注意哦 最近诈骗盛行哦 我只有三个官方账号 除此以外都不是 LINE小组 S178 Telegram官方频道 小组 A178 178 Telegram私人账号 小组 S178 注意哦 我没有什么前面是 Z的帐号 或者后面是A的帐号 这些偷偷假冒 只有这三个帐号 谢谢 如果觉得我们影片很有趣的 觉得有深度的 还蛮准确的 欢迎按赞我们的影片 订阅我们的影片 按小铃铛 记得按全部接收 还要 加我们的LINE 以及加我们的Telegram 我们的LINE 跟Telegram 都是全台湾 最大的一个财经频道哦 谢谢各位 摩尔证券投顾 0800668085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